我坐牢更好啊 我真的想不 为什么不啊 我们在台湾看到 你的视频 为苹果日报 在打气啊 我看了很感动 快掉眼泪 加油啊 要特别请教李贤 我想你这一次在香港 遭到激压 台湾的民众 对你都非常的关心 那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也没什么啦,你出来抗争 你一定会遇到 这样的情况 这个我们出来 公民抗命 就一定要负起 那个 法律的责任 这个是 逼一天睡要的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你被欺负 你出庭 你心里到底有什么想法 就是说你为了香港 我想大家非常佩服你的勇气 我们也希望你能够 走过这个困难 这个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我没想法 我坐牢更好啊 我真的想 为什么不 我是出来抗争的 假如我坐牢 使到我抗争的力量更大 你出来抗争 你也怕坐牢 你出来干什么 我也不会走啊 很多人说 最后你会不会走 我在这里 你可以是troublemaker 我是 我在搞运动的人 我不能够 I make trouble Then I go 这个不可以了 我不可以 再搞了麻烦我就走啊 所以一定会不会走 我也 坐牢也没问题 反正我身体也不错 70多岁 身体也不错 我觉得这个我一点不担心啊 我想非常佩服 我们看到你80岁的李住民说 他出庭的时候 他说非常光荣 我们对李先的勇气啊 我们也非常的佩服也尊敬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好不好 谢谢李先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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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